2万元一只东欧牧羊犬 您知道当年在咱们国内买多少钱吗 当年的价格令人万万想不到 东欧牧羊犬体型比德国牧羊犬更加庞大 战斗力也更加彪悍一点 1904年第一只德国牧羊犬进入了俄罗斯 人们发现这种工作犬战斗能力非常强悍 工作性能非常优秀 使用了20多年时间之后 军犬专家发现德牧它结构有一定问题 于是俄罗斯想将德国牧羊犬彻底改造升级 经过了很多年繁育之后 有人说加入了其他优秀土狼狗的血统 最终诞生了东欧牧羊犬 它与德牧最大的区别就是射数比较浅 背线比较直 成马鞍形背线 其实咱们国内早期也有很多类似的老版本德牧 最终结局令人万万想不到 90年代随着弓背德牧进入国内 人们纷纷大量的抛弃老版德国牧羊犬 很多进入了狗肉车进入了饭店 因为当时弓背德牧价格高达数千元 而老版德牧一两百块都没有人要 最终的结局就是繁育者大批量的抛弃老版德牧 我早些年曾经在一个养猪场花200块钱 买了一只老版本的德牧 成年之后肩高75左右 体型高大威猛 性格非常强势